念大学做什么 欢迎来到Hello大业 Hello大业带你看见创业的梦想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请勤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自己创业当老板 年轻人的创新创意与冲劲 为了创业建立了基石 但是创业大小事不是靠热忱就可以圆梦的 今天我们的Hello大业特别以我的创业梦为主题 邀请年轻的创业家分享经验 帮助年轻人在创业之路大步向前 今天节目来宾邀请到大业大学工业设计学系江文中老师 文中老师是首手企业社的创办人 先后获得彰化文创精品奖 台湾精品奖 台湾经典设计奖 以及2019年义务品牌竞赛金奖等肯定 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欢迎他与大家分享 先请文中老师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首手的主要的创办人 我叫江文中 很高兴认识大家 文中老师在2016年创立了个人品牌首手 那可以请文中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您的品牌为什么取名叫首手 那您的首手企业社的经营理念又是什么呢 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这件事情一直没有任就是很直接的跟大家讲 那通常都是直接讲我是首手这样子 但创办的初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 主要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我希望能够不忘初衷 不要忘记自己当时创立品牌的信念 所以想要找寻一些可以很本质的去强调初衷这件事情 那我发现就是工艺本身是我很热爱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我的品牌跟工艺还有跟设计结合在一起 那我就希望可以把工艺这件事情追缩到源头 其实首是很重要的 首是创造工艺很多变化很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首表现的一个方法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在想那是不是叫双手企业社 但那时候觉得讲双手好像太过于生硬 或者是过于直接 那我又希望可以让大家好记 所以就想说就叫首手吧 因为是两只手嘛 所以就叫首手这样子 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念头就取名了这个品牌的名字 后来也把它国际化的转成Hence这件这个发音 去希望能够在未来走到企业的时候 这个品牌是可以国际化的 那我们的品牌的主要的核心的概念是 希望能够把设计跟工艺结合在一起 因为工艺其实是在我们的文化生活里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在过往的生活时代里面都可以看到工艺呢 创造了很多生活的器物 锅碗瓢盆其实都离不开跟工艺有很直接的关系 一直到工业化的时代才慢慢的将这些东西 所取代掉这类的就是首艺的东西 但我是觉得这个首艺还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很直接的关联 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设计把这个工艺能够结合 然后创造出更符合时代性的一些生活用品 并且是能够很平价的可以进入到大家的生活 所以一群的这个概念然后创造了这个品牌 成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理念这样子 哇文中老师的首手切射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可爱哦 那首手最广为人质的作品是2017年文中老师与彰化县 古岩香的手工鸡帽胆子 城中路老师夫合作 结合传统工艺及时尚美学的鸡帽胆子 旺仔鸡 那您当初怎么会有想要把鸡帽胆子缩小的创意呢 那这个产品在开发过程中您有没有觉得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你要怎么去克服它呢 那时候其实也很有趣 因为在创立品牌的初期 我不断的去尝试各种新的可能 因为本身是工业设计系的背景 所以总是希望能够创造出新的可能性 那在课堂上老师都会鼓励我们去做出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勇于挑战一些框架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发现 其实在工艺的一个品牌里面来说 做陶瓷啊 做玻璃的 做这种木头的人已经很多了 那如果我还依照这样子的相同的素材跟工艺去做的话 其实我的辨识度就是蛮低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回过头来去看看自己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 我发现因为我毕竟在这个大业也念了三年的这个时间 那我在这三年也常常就是在彰化跑来跑去 那我发现彰化其实我在跑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有鸡毛毯子这个工艺就在我们的彰化 那那时候就是回过头来想说 对啊鸡毛毯子其实已经渐渐已经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少看到它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做一些清洁的动作了 那那时候觉得有点可惜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去试图的把它 重新让它回到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 那经过搜寻也发现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有人去针对鸡毛毯子 做一些有趣的转化 那也看见了市场上对于清洁灰尘的这种毛刷类的东西也是有需求 所以那时候大胆的尝试了这个想法 那当时也很好笑就跑去跟身边的人讲说 我决定想要做鸡毛毯子 然后也被就是身边的人就是说 耶语了一下就是你怎么会选择一个不起眼的东西 或者是没人会在意的东西这样 但是我还是深刻觉得鸡毛毯子还是有它的价值 以及它清洁的这种功能是需要的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跟彰化的陈师傅合作 那大胆的提出了这个想法之后呢 就跑去了这个彰化找师傅 那那时候其实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跟师傅沟通 那因为师傅他中期一生都是做比较传统类型的尺寸 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提了很多很不一样的尝试的时候 也许师傅会觉得不可行 或者是说那个已经超出他原本的经验范围了 但是你就必须要先了解他的产业 了解他的故事以及他最擅长的功法之后呢 再透过自己的内化去做一些转换 让他在好制作的一个过程当中 又能够去形塑出自己对于这个产品的期待跟设计这样子 所以几经讨论跟尝试之后 我们做出了原型但是那时候也不确定这个原型是否可以可行 我们就试着去参加文博会 那没想到就在文博会大放异彩 然后让很多人看见原来金猫毯子有这样可爱跟实用的一面 打开了我们品牌的能见度这样子 首首企业社有很多结合文化生活与设计的产品 请问文中老师自己最想推荐的产品是什么呢 我自己是蛮推荐如果是上班族的话 蛮适合这个雪白机或者是黑鱼的这种商品 因为它非常的大方非常的有气质 那摆在桌上呢又是一个很美的摆饰 但是你需要用的时候呢 它又能够做一个大范围的清洁这样子 那如果是送礼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蛮推荐是开运鸡 或者是我们的旺旺凤梨 那这样的组合 它是以凤梨的一个形体去形塑出鸡毛毯子的特色 以羽毛是凤梨的这个草部的根部 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凤梨的灌身 或者是一个鸡蛋的造型 让它能够成为一组 它是在送礼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组合这样子 创业有说不完的故事 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咯 我们下周继续来听文中老师讲故事 拜拜 拜拜 我在大业每天都有清间事 哈喽大业每个星期次 与你空中相会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想要一手掌握大业的大小事 也欢迎在Facebook YouTube 追踪大业大学 或大业人新闻网哦